陳孝順 陳孝順 大家好 我發現我要講的非立林老師講話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台灣獨立媒體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慢慢形成一個分鏡合戟的一個生態系統 其實立林老師剛剛大概有提到 可能是說 我覺得胡彥輝老師在公司總經理政會所創辦的Pinball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讓更多公民開始進來報導 而且Pinball提供了一些基礎的訓練 然後也提供了一些Pinball公民新聞獎 培育了很多優秀的一些公民記者 那除了Pinball公民記者之外 這裡面很大一部分 他可能是比較 他當然也有機會是很全職的在進行 但是另外可能還有一些人是說 想要把報導公民新聞或報導獨立新聞 當作自己自業的 那他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一些訓練 那這個時候可能是 獨立媒體工作的協會的 獨立媒體學院就扮演一個角色 我們現在大概一年 一年會有兩個T次的訓練 然後培訓一些新的獨立記者 那可是這些 這些不管公民記者或獨立記者 當他被培育出來的時候 他會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勞動條件 他的很多東西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 臺灣新聞記者協會 另外成立一個職業工會 幫這些公民記者 努力的人解決 勞建法的一些問題 然後在此同時 我覺得 吳亦雲透的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說能夠幫大家去募警執勤 幫大家募警執勤 尤其是讓一些比較年輕的記者 他能夠取得一些經費 來做他的報導 然後逐漸的累積他的經驗 然後慢慢成為一個 越來越成熟的記者 那我覺得這個生態系統 逐漸在形成 那當然還有很多 很多獨立媒體 以及更多的公共媒體 來用這些獨立記者的一些稿件 然後甚至給他一些工作機會 給他一些工作機會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們在整體的讓 台灣獨立媒體的生態系統 整體的再提升 所以現在說 我們獨立媒體 或公民新聞已經很強 那我覺得可能還一直過早 可是我們看到那個力量 正在成長 那他現在可能是說 也許在得獎的這個部分 他已經是非常強大 因為他得獎的比例 可能比很多主流媒體都高 但是在他的一些營運狀況 社會經營這個部分 可能還要加強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無意女朋友可以再搬運更多的角色 那最後我可能就再打個報告 因為我們也覺得是說 獨立媒體工作者有很多的理想 但是 但是等於說 怎麼賺錢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怎麼讓獨立媒體 等於說 我又能夠實踐理想 又能夠賺錢 這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 有專業性 但他又必須有獲利的能力 那我們就 我就對這個 索羅斯的這個基金會 他的know how 以及他們的標準 我就覺得非常好奇 那剛好去年有個機會 認識他們的董事 也是香港大學新聞 新聞及傳播宜教中心的主任總監 一個陳婉玲 那我就邀請陳婉玲老師來 然後明天我們會在福大舉行一天的研討 那這一天的研討 我們大概是少了請陳婉玲來演講 是說獨立媒體在國際的一些發展的經驗 他怎麼樣能夠堅固他的理想 跟他的獲利 然後下午我們就分成兩場的工作方 那一場第一場之前比較台灣運作比較成熟的一些獨立媒體 包括上下游包括范科學來跟陳婉玲對談 然後第二場是找一些比較正在準備創辦獨立媒體 或者是剛創辦獨立媒體的 包括一個是台大的新聞議論壇 另外一個叫SOS的一個媒體的平台來跟他對談 那這裡就順便打個廣告 就是說如果各位明天有空也可以到福大來參加 那我想總的來說獨立媒體 以及獨立媒體的一些相關的團隊 包括委屈或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 也在做了很多獨立媒體 其實我們基本上合作的關係遠大與競爭 所以我們就一起努力把獨立媒體的生態系統 讓它變得更好更完整 好 以上是我們謝謝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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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